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欢迎收看佛禅 谢谢大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前两年网上兴起了一个词语 油腻中年难 这个词语来源于2017年冯唐的一篇文章 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为所难 这其中油腻的意思 是指一些让人看着讨厌 不招人喜欢的特质 油腻中年是形容那些油香滑掉 事故圆滑,不修蝙蝠,邋遢不堪 没有真正的才学和能力 又喜欢吹嘘的中年人 人到中年,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容易带来悲观情绪 有的人化压力为动力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慢慢事业有成 有的人在中年的时候 就有了以老卖老的心态 不思兴趣,糟糕的饮食 让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越来越差劲 不自觉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油腻中年 一个人是不是很油腻 一方面暴露了生活状况 一方面暴露了他的心态 油腻中年男人 都有很明显的行为 看看你有没有 如果没有 那就要恭喜你了 一,喜欢吹嘘自己 男人应当以事业为重 而事业也成为衡量一个男人 人生层次的重要标准 油腻中年 男性往往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 又爱慕虚荣 想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途径 来彰显自己的才能 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 做事很利索 说话很干脆 不会拖泥带水 不会讲不清 油腻的男人 就下好时说不清的那种人 比方说 他看到了一个小青年 就问别人以后要做什么 如果小青年打算考一所好的大学 他就认为别人没有出息 不管学历多高 都是打工的命 他总是以长辈的口气 对别人说话 显得自己很有社会经验 在家里 他说话很啰嗦 一切是可以 颠三倒四地说几次 对孩子的管教 也是毫无头绪的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还喜欢讲大道理 吹嘘自己小时候 如何厉害 如何优秀 以寻求自己的存在感 他在家里的时候 就没有别人说话的时间 出门和朋友聚会 他也是嘴巴最多的人 夸夸其谈的表现 让人很不舒服 二 不在乎自己的形象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认为只要自己穿得舒服 就是对人最好的尊重 这完全是曲解了尊重的含义 俗话说 入乡随俗 你要做的是适应别人的文化 这才是尊重 参加重要会议 男人西装打领是尊重 同样保持自己一手的整洁 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男性在年轻的时候 都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 毕竟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但是有很多男性 在长大成熟之后 特别是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 对于自己的形象 也不再那么重视 把一切的重心 都放在了工作和家庭上 不管是在穿着 还是在外在形象上 也是拉里拉塌 俨然形成了一副 油腻的男人 即使年纪不大 也会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 油腻的中年男人 就像厨房里的油烟 留下了油腻的痕迹 很难擦洗干净 比方说很多天都不洗头 不见头发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换衣服 在早晨的时候 他找一件很久都没有洗的衣服 也可以穿着出门 有一股搜尾了 也浑然不觉 虽然他不是乞丐 但是样子越来越接近乞丐 甚至有了一种乞丐的心理 试想一想 一个男人头发很长了 上面有油光发亮的样子 衣服上的屋子 都像是一面小镜子 可以照出人的影子 如果你说他太不讲卫生了 他说这才是男人味 他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三 遇到事情了 喜欢推卸责任 世界上的大部分男人 还是会在遇到困难时 自己想解决的办法的 不过仍然有些男人 喜欢推卸责任 他们不愿意自己花时间 解决问题 而是喜欢将问题 推卸 给别人来解决 这种男人想通过逃避 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丝毫不为别人着想 男人应该是 敢做敢当的样子 对家庭负责 对感情负责 对工作负责 有责任心的男人 总是精神抖擞 奋发有为的样子 油腻的男人 喜欢推责任 为自己的错误 找借口 因为他们没有 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只能逃避问题 或者将责任 推卸给别人 到了中年的男人 还这样子做的话 那就有点 让人瞧不起了 比方说在单位 他的任务比较繁琐 就到上司面前诉苦 好像女人一样 哭哭啼啼 如果自己的工作搞砸了 马上就会说 是别的同事 影响了自己 寻找一些客观因素 从来不会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的同事李久久 坐视的时候 马马虎虎 有时候还是 吊儿郎当的样子 他的工作 总是蹲后腿 但是他并没有 觉得自己很差 反而抱怨压力太大 单位上司小看人 同事故意使坏 因此很多同事 都认为 他是过着油腻人生 四 一脸的假笑 遇到比自己 强势的人 还点头花腰 油腻的男人 心情反而比较平稳 甚至有点 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他反正没有 奋发有为的想法了 但是他还是期待 自己过得更好 希望遇到贵人帮助 希望天上掉馅饼 他在别人面前 唯唯诺诺 把强势的人 当成贵人 宁愿自己被别人瞧不起 别人偶尔 给他一点点好处 他就飞上天了 他就会到处吹嘘 自己有多大本事 和某某是好朋友 典型的 攀龙扶风 有你的男人 自己点头还要的样子 好难看 有精神去看别人的脸色 却没有能力去做自己 他在社会 社会上混 慢慢迷失了自己 人到中年 奋斗了很多年 越来越觉得 希望渺茫 就自我否定了 把不安的情绪 带到了工作和生活之中 甚至他都不想工作了 宁愿靠祈祷过日子 他还有很多穷惯了的行为 比方说和一群老大妈 去想打着商品 买菜豆市井最便宜的 五 自以为是的样子 有你的中年男人 有点点 有点点自以为是的样子 别人说什么 他爱理不理 假装没有听到 就是被人骂了 他也是满不在乎 给人的感觉 他很麻木不仁 他要别人听他的话 他自己却不愿意 听别人的话 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于人 如果别人反驳他几句 他就很不开心 甚至与别人交恶 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 有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就是在装 装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 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 动不动就被道德经 动不动就被论语 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 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 正气凛然 他们经常通过夸大事实 来实现 华中取宠的目的 这样的男人 要么喜欢在女人面前 无中生有地夸耀自己 所谓的能耐 要么混淆事实 往自己脸上贴金 马东曾说了一句话 我有时候会将自己的油腻 当成是褒浆 就是岁月赋予我的价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年男人如何不油腻 确实没有标准答案 我认为只要坚持学习 坚持运动锻炼 别泛懒 多顾家 少些没必要的应酬 身处人群中少卖弄知识 少刷点存在感 别总想着跟年轻人 传授人生经验 作家冯唐也在文章中总结到 第一 不要成为一个胖子 第二 不要停止学习 第三 不要待着不动 第四 不要当众弹性 第五 不要追忆从前 第六 不要教育晚辈 第七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第八 不要停止购物 第九 不要脏兮兮 第十 不要比适合年龄无关的人类习惯 退一步讲 如果定期健身 锻炼等都做不到 那至少可以多抽出点时间 来读几本好书 提高自己的精神层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